小战如果错过杨子这个好女孩 那么粉丝们一定很是遗憾吧 杨子和肖战都是快笨三的年纪了 余生 请多指教已经播完这么长时间了 关于肖战和杨子的绯闻就没有断过 两人确实还没辟谣 两人成了私皮粉课堂的日常 粉丝们也是隔空催婚两人 两人现在还是男女艺人里面的顶流 两人的CP刚有多满就不用说了吧 站在一起简直就是天生一对 在余生拍摄完后 网友纷纷猜测两人是不是在秘密恋爱 在网友爆料的路透中 肖战杨子在单独对戏中 给旁边的人看的 感觉就是工作之余在约会一样 甚是甜蜜 在颁奖典礼时候还甜蜜蜜地望着对方 两人也没也在吵CP的行为做过多的回应 毕竟之前已有绯闻都会及时发文辟谣的 但是这次竟然没有人站出来 而且两家工作室在余生宣传期间发文 更是毫不必为对方 这让网友联想不断 在一次采访中 肖战被问杨子成为女朋友何事吗 肖战害羞地回答 默默守护 你也得看一下人家有没有意思呀 对吧 这看的杨子都羞红了脸 喜欢肖战和杨子吗 欢迎评论区评论 默默守护吧 就是那你也得看人家有没有意思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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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